严峰議員怎麼觀察賴清德今天的就職演講 他也特別把三黨不過半拿出來 回應喊話人民至上國家優先 其實我要講一句 多數是一種力量 但他不是一定的真理 為什麼現在大家對於517的事件 其實有很大的回想 主要是兩個法案 第一個傅崑奇他提了一個兩兆預算 我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年輕人他們用一個比喻 兩兆到底有多多 他說可以買下少女時代 Twins然後Blackpink 還有再加上防彈少年團 而且還有剩喔 這些錢兩兆就是那麼多 那第二個 其實傅崑奇的這個兩兆的 這個特別預算 我們要講 如果假設真的都移給傅崑奇的話 難道全台灣就只有花蓮需要建設 其他的縣市都不用嗎 大家可以想像 交通建設傅崑奇還提了一個 說十年內要完成 而且必須要引進國際招標 國際主權財富基金 然後有的中央邊界預算 這個有多嚴重喔 第一個為什麼是十年 他怎麼計算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 完全沒有討論 那第二個 其實大家看 當初雪碎 他從可行性評估 一直到他全線通車 總共大概花了二十三年左右 所以任何一個重大的交通建設都必須要有可行性評估 而且還要有還評 他到底要通過哪些地方 這個也完全沒有討論 再來立法院其實是一個只能三預算 不能真預算的地方 那傅崑奇憑什麼提出這個法案 這跟過去我們在討論台志光的案子 陳崇文就是為了要維護廠商的預算 所以他增加預算 那傅崑奇現在在做的事情 跟陳崇文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好 再來 國會改革法案 他們國民黨現在呢 就講了說 要立法院有調查權刑法中要爭列 所謂的藐視國會罪 但是他要調查的對象 如何的判定 那你犯罪的事實要怎麼釐清 這些完全也都沒有討論 你不知道怎麼去界定 這個會引發多大的這樣子的影響 很多的私人企業 他未來包含他的投資計畫書 他的一些這個商業秘密 他的關鍵技術 如果假設立法院要求你說 你這家公司 即使你是外商 私人企業 他要求你要提供 只要你不提供 他有可能就會說你藐視國會 你可能就會觸犯了刑法 這個當然是讓台灣的民族走倒車 所以這個才是大家很擔心的地方 再來其實他又擴大了所謂的立法院的人事任命權 還有包含呢 這個以後如果我就要問啊 蔣萬安選上市長了對不對 如果假設他要用什麼局長 都我們都說 你我們議會要來同意 不然你就是藐視議會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嗎 當然是不行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為什麼 其實你看看黃志賢 他過去他自己也寫臉書喔 他說他在今年一月十三號 他的投票傾向是三票國民黨 他連這件事情他都看不下去了 他說黃國昌 傅崑奇 是聯手要通過的法條 是最高機密 這個是史上最黑箱的立法院 而且沒有宣讀 這個就直接要淨付二讀 然後再來他說傅崑奇跟黃國昌主導的立法院 已經變成土匪為王的賊窟 以及反民主的垃圾場 為什麼要用這種粗暴的方式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